第十七课 SELECT CASE多分支语句 在有的时候 如果咱们希望对某一个单一的表达式的值进行条件判断 然后根据不同的条件关系来决定 去在多组语句中选择执行哪一组语句的时候 使用这种多分支语句会变得十分的快捷 因为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可以根据对单一表达式的多重值的判断 来决定执行哪一组语句 下面呢是它的语法 SELECT开始 CASE 然后后边放你要测试的那个表达式 当然这可以是一个单独的变量 也可以是一个简单的算术式子 也可以是一个关系表达式 或者是逻辑表达式 然后下边呢 将对这个要测试的表达式的值进行一一的判断 需要注意 最后用END 空格SELECT来结束 那么期间是怎样判断的呢 每一个判断都必须用CASE开始 然后空格 后面是要比较的值 值后边是要对应的执行的语句 总体上来讲 这样写如果翻译成普通形式的语言 就是这个意思 对这个测试的表达式的值进行判断 如果它的值为值1 则执行这一部分的语句 如果它的值为值2 则执行这一部分的语句 如果它的值为值3 则执行这一部分的语句 当然可能有多个CASE值语句 这种形式的分支小语句 但是如果前面这些 对测试的表达式的值的判断 都没有成立的话 则执行CASE控格ELSE后边的这些语句 在这里我已经给大家注明了 当前面也就是这些对测试表达式的值的比较 都不成立的时候 才会执行这个位置的语句 咱们不能干净 咱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它的使用方法 这样呢会更加的直观 比如我同样是生命一个变量 比如这个变量的名称叫X 为X赋予一个值为10 然后呢咱们运用这种语句形式 来进行多分支的判断 来抉择执行哪些语句 咱们就可以这样写 SELECT开始 空格CASE控格后面是你要测试的那个表达式 在这里呢可以是一个单独的变量 比如X 然后呢最后用END控格SELECT结束 期间放多分支的判断 如果X的值为9 则执行这些语句 比如打印出9 当然可能有多个语句 如果X的值为10 则执行这些语句 如果X的值为11 则执行这些语句 当然后面可以跟多个继续的判断 如果X的值为12 则执行这些语句 如果前面对X的值的判定都没有成立的话 那么执行CASE控格 ELEELSE后边的语句 也就是 咱们可以写 没有一个判断 判断成立 咱们就可以这样写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简洁的多分支语句 SELECT多分支语句 下面咱们可以执行一下 首先声明一个变量X X-值为10 然后呢对X这个变量表达式的值进行判断 如果它的值为9 执行这些语句 如果为10执行这些语句 咱们看到X的值为10 那么则这一个条件的判断成立 执行后边的语句 它执行完后 后边的判断则不进行了 而直接跳到ENDSELECT后边 继续去执行其他的语句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下面可以看一下 谈出一个消息框 消息框的内容为10 当然要执行的语句呢 可以有多条 这样是被准许的 那么可以看一下 一个两个 当X的值为12的时候 这一个判断成立 因为这个表达式 测试表达式的值 与它匹配 那么执行这个语句 看 但是如果X的比较 没有一个成立的话 则执行CASE ELSE 后边的语句 咱们可以看一下 没有一个判断成立 这是咱们说了一个比较简洁的用法 可能大家在刚一接触 这种多分支语句的时候 对这有些概念的模糊 在这里可以都放些什么呢 你可以放一个单独的变量 也可以放一个简单的算术表达式 当然呢 这些算术表达式 由那些咱们以前学过的乘除加减 这些算术符号组成 下面呢 我再把程序进行一下更改 X的值呢 咱们负于9 然后呢 对X加1 这一个算术表达式的值进行判断 如果他的值为9执行他 为10执行他 为11执行他 为12执行他 如果前面的判断都不成立 执行最后 咱们通过原代码会发现 9加1 这一个表达式最终的结果为10 与这一个判断匹配 那么则执行这些语句 咱们可以看一下 看 当然 如果这个表达式是X加2 然后呢 再减去3 这呢 咱们负于值为10 咱们通过原代码会发现 10加上2 减去3 等于9 这一个判定成立 则执行CSE9 后边的这些语句 当然 这除了可以是算术表达式外 还可以是关系表达式 逻辑表达式 大家呢 可以自己仔细的去试一下 不过一般情况下呢 这都是比较一个得出的结果 为一个算术表达式 这样呢 可以进行对这个算术表达式 多个值的比较 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问题 关于测试的表达式 都可以是哪些内容 可以是一个单独的变量 也可以是一些基本的算术的式子 关系的式子 或者是逻辑的式子 这个呢 你可以自由发挥 总之 将来要把这个表达式的值 与各个CSE后边的值 进行比较匹配 如果比较 匹配的话 则执行对应的条件 后边所加含的语句代码 这是说的第一个问题 然后下一个问题 是与这个测试的表达式的结果 也就是它最终得出的结果 进行比较的各个值的问题 这些值除了在代码中像这样 可以割直接的数外 还可以用多种形式来表示 总体上来说呢 有三种的设定方式 首先看第一种 在这个位置 咱们可以放一个或一组 如果是一组的话 需要注意 各个值之间用逗号隔开 在这个位置呢 咱们可以放一个或一组的值 下面呢 为了大家的清晰 我给大家写了例子 比如我可以放一个单独的值 在这里呢 我已经放上了 刚才并做了实验 可以 除此之外呢 我可以放一组值 这各个值之间用逗号隔开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咱们呢 还是用一个单独的变量来举例子 这样呢 直观 对变量X的值进行判断 如果它的值为9 执行后边的语句 如果它的值为10 执行后边的语句 如果它的值为11 执行后边的语句 如果它的值为12 执行后边的语句 如果它的值为13 或者14 或者15 或者16 执行后边的语句 比如说 比如 X的值在13至16 时间 当然 如果X的值在17 18 当然可能还有更多这些数值的时候 如果是这些数值的话 则执行后边的语句 X的值在17 18 时间 也就是说 通过逗号的形式 咱们可以针对于这个测试表达式的结果 进行多个值之间的判断 如果这些值之间有其中的一个与这个测试表达式的结果匹配的话 那么则证明这个笔角成立 则会适应的去执行它后边的语句 这是咱们说的第一种设定的方式 一个或一组值 然后咱们看第二个 但是在有的时候呢 比如咱们希望判定X的值是否是在60到100之间 或者是一个更大的范围 是不是我要这样写 当X的值为60 或61 或62 或63 或64 一直到100 也就是用第一种的这种设定方式 除了这样写是可以 但是呢 大家会发现 如果真的这样写的话 会非常的繁琐 所以呢 咱们可以选用第二种方式 在这个位置 放一定范围的值 这些值呢 是使用TO来划定范围的 下面我也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起始值 这是终止值 什么概念呢 如果真的有一天 希望对X的值是否在60到100之间进行判断 咱们就可以这样写 60 TO 100 这样写的概念 就是判定这个测试表达式的结果 是否在这个范围内 如果在的话 则证明比较匹配 执行后面的语句 咱们可以写60 至100之间 当然 后面咱们可以继续写 如果 X的值 在 101 至 200之间 则执行 这些语句 至 200之间 当然 后面可以还有更多的针对于这个测试表达式结果的判断 咱们可以运行一下 当前X的值为10 由于这一个判断和这一个判断都不成立 则执行最后这一个语句 没有一个判断成立 咱们可以看一下 但是如果X的值 比如为90 那么呢 第一个判定的范围 成立 则执行后边的这些语句 看 60至100 当然 如果X的值为190 第一个判定没有成立 但是第二个判定成立了 看 101至200之间 当然 如果是290 第一个判定没有成立 第二个判定也没有成立 所以才会执行CASE ELSE 后边的语句 看 没有一个判断成立 这是说的第二种形式 就是表示一定范围的值 但是呢 它需要设定一个范围 但是这个范围呢 它是有一定的规定的 是有一定的规定的 它有一个起始值和终止值 但是在有的时候呢 咱们觉得这种方式还是不能满足咱们的编程工作 因为呢 咱们希望对X的值进行判定一个范围 它是否小于60 如果小于的话 执行哪些语句 它的值是否大于60 如果大于的话 执行哪些语句 如果前后两个条件都不成立 则证明 X的值 它为60 所以呢 执行CASE ELSE 后边的语句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咱们就可以使用第三种方式 也就是设定测试的表达式的结果 符合某一种关系 咱们在前面学过关系表达式 关系运算符 也就是那些大于小于不等于这些符号 在这里呢 咱们派上了用程 但是需要大家注意 咱们必须使用IS来划定这种关系 下面呢 我给大家举了一种例子 咱们可以看一下 咱们对X的值进行判定 如果X的值 小于60 需要注意 IS 你就可以理解为 代表这个测试表达式的结果 如果它的结果小于20的话 则打印出一个消息框 消息框的内容为小于20 如果这个测试表达式的值 大于25的话 则弹出一个消息框 消息框的内容为大于25 当然可以有更多的判定 但是如果前面这些判定都不成立的话 则执行 C-A-S-E-E-L-S-E后边的语句 下面咱们可以运行一下 X的值为290 符合这一个判定 看 X大于25 当然 如果咱们把它变下 变成2 则符合这一个关系 则执行它后边的多个语句 看 小于20 当然 如果我把X里面的值变成22 第一个判定没有成立 第二个关系判定也没有成立 则执行C-A-S-E-E-L-S-E后边的语句 看 在这里呢 这个IS可能难于理解 你就把它理解为这个测试表达式的结果就行了 当然 这如果是一个算术表达式的话 这个IS它就代表X加1这个算术表达式 大家呢 反复的做下实验 不难理解 这几课讲的这个东西呢 还是前面那些话 希望大家呢 在自己的计算机上实验一下 然后呢 这三种方式 希望大家呢 特别的注意 如果你熟练的运用这三种设定比较值的方式的话 那么这一个多分之语句 会在编程的过程中 让你的程序变得更加的简洁便利 第十七课完毕 Over